你剛剛看到爸爸要去場那裡 他媽媽打給我 我不管從幾年開始就不能聽他了 我還是有被打到那一半年代 呵呵呵 就連當兵 也是我快要退伍了 幾個月 好才說 可惡 呵呵呵呵 因為我是最後一T 當那個一年半 可憐 整月跟整月 可能就兩成千 不會啊 我們這些都是便宜過的 而且那一路的還有翻臉的 最後一題 這個還金馬獎翻臉的 去馬族 去馬族 金馬獎 金馬獎啊 金馬都馬族 我哥去公園 金馬獎 我都放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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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那個角度 這個角度 喂 老師 你這個暗昧是用咖啡色的對不對 欸 我先帶一點 帶一點那個 那個 他的 孔之後要搭配的顏色而已 所以 我的暗面還主要還是 你暗色為主 有 有 他這個藍色還不錯啊 就是花青啊 比這個美藍還差更陰險 但是他們兩個很相近 我就純粹把它放在一起 因為他這個盤子很好用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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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如果太潮濕的話 哇 確實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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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絲頭顏色這樣 因為它 這邊 這片 絲頭太大片了 嗯 所以它顏色一定是會跳來跳去 嗯 但是 我們在著色的時候 像像就是 你用一個阻塞掉 嗯 就好 所以這個反而是 有點跟您老實之前講的 就是我們先畫 花青然後 紫石再 帶到 花青 對 對 這個反而是先畫著石 對對對 近 這個顏色 只要不要混到 嗯 太模糊 你都可以 去做調整 你要 你上的那個 時間 都無所謂 對 所以它還是絲的時候去 對 這樣才會 總和起來 嗯 那我現在大面積的就是 把 暗面呢 都先 上 尤其是比較靠近旁邊的 都先帶一次 像有一些 暗面我都直接用 花青先把它 抹過 因為它 好 就是亮面啊 有一些亮面啊 好 因為它那邊已經 不是最亮 最亮我們會在這個 比較 旁邊的地方 比較大塊 所以它主要 如果說 不是 最亮的亮面 我們都用 花青直接給它帶過 好 所以帶著 留下一點點 好 那我這個加末呢 也是加前面幾筆而已 因為我們 在展的部分呢 其實做的 算 很完整啦 所以我們 加末的 程度不用太多 有的甚至 我這支鍵不要打濕 來一點點 對 對 要渾一下 比較 近景的地方 可以帶一點 藍綠的顏色 然後這個藍綠 跟綠色的體力 其實是 可以 做調整 就在這個媒體 就跟著 來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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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暗面的部分呢 你就随便你涂没有关系 它晕开还是暗的 但是就是你还是要去注意说 你的颜色是不是有脏掉这件事情 你怎么叠都要看情形 像我要画比较干净的地方的颜色的时候 我这里就不会去沾到墨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这样其实应该是要先做这个 我是蓝色加墨 当然里面也有带一点绿的成分 就是说用蓝加墨不用绿加墨的颜色 因为我比上面都有各种色彩都有 只是没那么精准 好像整堆黑黑的这种 大概都是蓝色加墨的绿 比较像尾端这边你可以带一点绿 稍微调配一下 这样子而已 颜色的变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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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純澤石 對 因為這邊比較亮 老師有沒有碰到那一盤的 像墨的澤石嗎 沒有幾乎沒有碰到 而且墨會越用越少 所以你碰到一點點也沒有關係 因為通常我們在畫的時候 我們都會去看一下那個顏色 是不是很適合上來 如果不要擦太多 我們就都可以過去 那如果真的不行的話 就會重新調整 像如果說你現在是要畫暗面的顏色的時候 它這裡碰到墨就沒有關係 因為你要跟染色來做結 我畫完整張很白色 呵呵 我看到這個顏色 是按照的 因為路上的顏色 但是這次是黑色的顏色 就是黑色的顏色 所以對我來說 就是黑色的顏色 那些是黑色的顏色 有在乎色的顏色 我會覺得很深色 就是黑色的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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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黑色的顏色 后面那座山 龟山岛 下面 龟山岛 后面的远山 就是让它 染色就少一点点 这里要花 这里的咖啡色 其实可以加一点 腾黄 腾黄定点点 对 然后我都会看盘子 边缘这里的色调 这样就够了 然后他碰到蓝色的时候呢 还会有一点点绿 然后把这个黄咖啡的颜色 带一点进来 那我都钻旁边了 这里也可以带 这里也可以带 好主要 好主要 中文字幕提供 这就是调整咖啡色的比例 有时候它里面可能太多的时候 稍微盖过去 把这个蓝绿乳加重 最后再把这个里面的石头 加上一点咖啡色 因为这边照光会比较多啦 所以让它有一点咖啡色 也是让这个咖啡色呼应到这边来 咖啡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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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你就直接這樣 補一點 補一點上去 可以了 有沒有 有在停課 好 我們來畫海浪 那海浪的話我們就用純藍色囉 就是滑青 從那裡開始畫都可以啦 繞過去 墜長 很難說 就算了 然後先 Fight 做出來 洗浮 沙産 放入 沙産 沙産 在上 沒有什麼 酱油 這邊適當的留一點 還是平的 到這裡 就是把細細的這樣點幾點 越細越好 這是另外一層 這邊 因為紙的海浪 不會讓他有太多的 變化 可能這個山壁 可以做一點 湧起來的 海浪 一點點 這個 像是做的這樣子 閃過一些板 那越遠的話呢大概就是平脫過去 然後遇到這個石頭的時候就繞一下 繞一下之後旁邊再點幾點 很瑣碎的 浪花 他的岸邊都會有這種白白的衝衝過來之後會有一些白白的浪花 所以你要閃這個洞 這個 這條線呢 你可以讓他有一點 留白 不要全部都滿 滿的時候讓他滿 沒有關係 那有一些像這邊我就不晃 要讓他 圍過來 越後面呢越西蘇 撲印這邊的留白 這邊等一下 還要再燃一下 然後這個天際線呢要封起來 藍天 你看我這邊我就把比例起來 我把這個線條稍微勾一下 謝謝 海浪很多時候都是反的 反光 反光 對 然後剩下的藍色 把這個 其實它後面也是海 海應該是蠻高的 所以你就後面稍微讓它放掉一些 因為我們天氣線比較 就比較 對 其實它的天氣線可以 因為我們到遠景的時候就直接放掉 它有可能到這邊來 到這邊來 所以就直接放掉 因應構圖的關係 你可以去 好 好 這邊我在等 結束 結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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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一個步驟 就是把 攔桿 攔起來 去攔好了 換整張 太能 好 好 - 太好了耶 - 哈哈 - 為什麼妳說那個都是南竿? - 是南竿嗎? - 是啊,是南竿啊 - 是耶 - 都來說是